春运期间 民航运输旅客一共3947万人 同比2021年春运同期增长了11.5% 相比疫情前的2019年下降了45.28% 总体来看 今年春运期间 民航旅客出行数量虽未恢复到疫情前水平 但比2021年有大幅增长 在航班安排方面 今年春运期间 民航实际飞行航班量 相比2021年春运同期增长30.3% 平均客座率与上年同期持平 平均航班正常率比上年同期提高一成以上 从机场方面看 旅客运输量排名靠前的机场有 广州白云机场 重庆江北机场 成都双流机场 昆明长水机场 上海浦东机场 深圳保安机场 广州白云机场运输旅客接近400万人次 从热门航线看 珠三角往返成余地区间航线 北京 上海 成都 东北 往返海南间航线需求旺盛 旅客量 航班量 客作率均较高 旅客运输量排名靠前的航线有 北京至三亚 广州至北京 上海至北京 广州至成都 北京至成都 成都至三亚等 我仍像凤 又编输itime艦